小寶飯,是嗎? 好,謝謝 我叫阿成,我十五歲開始出來做宵尾,做到現在也要二十幾年 酒樓,茶餐廳,飯餐店,會所,酒店,街檔,幫人分大廚都試過 最近一份就是在米芝蓮二星的中菜廳做宵尾主館 在那裏做了百年,學會很多東西 整棟餐樓有關宵尾的事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現在十點多鐘,我們就要掛好盆架,掛好盆架 開好檔,十一點開始做生意 指定動作,每天都掛在這樣的位置 燒鵝就掛在外面 調教兩攤湯,奶粉湯和泥湯 以前的師傅有一天聊天,我們就說不如出來開吧 因為都做了這麼久,燒尾 自己又好像有個夢想一樣,都想完結 才去找舖做了這間,才不燒鵝 那時候對上那間叫黃金燒尾 剛好那時候,我們打算找舖的時候 他就能頂手頂出來 他做這間舖做到,即是不想做 可能一來,燒尾的錢是高的 很難做的,其實燒尾說真的 不同說廚房和車仔麵那些 離貨價可以很便宜 做出來就能買到這樣的價錢 燒尾,你也知道,各樣都是硬的 全部都是貴貨的 我都不知為何會出來做 如果我所有的開支,計算得深入些 比我從頭想過,可能我都未必選擇開燒尾 奶粉都一般多 最主要是奶粉,也要賣三十多斤 好,合味又… 合味又繼續煮 因為我們這個餐很細 煮了一個蛋 然後更硬一點就會倒進去 那包東西會繼續熬 更硬一點倒進去 就要再調味 我每天八點前會回來店 早上是宵夜被貨,中午還 被完貨之後,抽時間就預算明天的貨 差不多完畢了中午的時候 你又要燒一些貨 讓他們在外面下午茶 那開始又漁返些貨 每天都是循環地做 這份工是困難的 我試過半年都不能放一天 頭半年沒有放我 現在請到幫到手的伙計 一個月都能放到一兩天 不是呀,是滾的 剛才我關掉的 出來做這間燒味店 自己會緊張些 有沒有生意 閒人回來 就是看看你服務的態度 或者你的食物的質素 我們用貨就要穩定為先 見到貨物來到差不多早上的人 一定要叫供應商戶 就像那些鵝那樣 有時他們拔毛、湯、鵝 那部分人一轉了人 很多時候不夠技術的話 它會拔傷到那些鵝 表面那層表皮 所以我們用來上鵝的時候 燒出來就會黃色色的那一塊 整塊都不脆 摸在身上好像滑滑滑滑 好像人的皮膚沒有一表皮 這些就要跟進 你買回碟 然後丁熱它 然後淋 你待會叫它給你兜汁 加少許麻油 少許麻油 好適的人 你的意思是植葉是菠蘿嗎 是菠蘿 不要說菠蘿 那你這些醬汁就是 焗完之後才淋的 是的 這裡給它兩碗 一碗是乳鴿 乳鴿 一隻嗎 兩隻 乳鴿你 你斬完 蒸熱了 加一點醬汁 加少許麻油 你先嘗嘗 姐姐放弄了整幾個 大步出來 các辣植就是燒鵝和魚豬 我會比較緊張 這樣就買了 我覺得這些能夠胖 要求我自己的皮擋都要撩清皮油才出給客人 肥身有個好處就是它燒出來的皮會脆一點 如果它有肥油,鵝的肉都會軟身一點 我們的要求就是這樣 燒鵝每天回來,我們都是去內臟 然後洗乾淨,晴乾水 再加入藥材醬的醬料 再加上我們自己教的環液 搓勻一個籠子之後,就會醃到八小熟熱上 之後才上皮 上完皮之後,就會拿到我櫃裡再吹一天 這樣就避溶了 沒有什麼紅豬? 六四個瓶 你又摘著它 喂! 沒有下乳豬的 它沒有下乳豬 兩件豬是一件的 我忘記了,你放下雪櫃吧 那邊啊 那邊又拿了兩件 昨天就是你放了湯骨去那邊 但我沒有湯骨,我才放兩件 我不知道,是寫字下單,我就要什麼 他昨天後面放了兩件湯骨 然後他就拿了… 兩件一開節 那條一天,我加了一箱一開節 你不要煩我,警告你 喂! 我沒有用到寫字,打到湯骨的屁 那你有沒有來湯骨? 沒有,明天啊 明天就… 是啊,你昨天已經沒有了 我就是這樣 我真的要暈了 兩隻燒鵝好吃 眼看下去,那個賣相一定要站起來 它不會炒皮 你看下去,它是直的 皮是直的,沒有炒的 你說肉質那些,都是吃過才知道的 如果你還沒買之前 那起碼你看下去的觀感 是覺得它是脆先 它脆真的不是說 好像燒肉那樣 吃下去炒香 它脆的意思是 你會感覺到它有個硬度 還有它裡面會有油份 那隻脆,始終是燒鵝那樣 那魚豬呢 那魚豬呢,我現在用回酒店 用那隻A8級的魚豬 A8級有什麼好處呢 A8級呢,它會脆身一點的 那魚豬,如果你不夠油 不脆身 那它燒出來的皮 就不會那麼鬆化 夠油,皮身又漂亮 燒出來,它會起到花 還有吃下去的感覺 是會鬆化一點的 通常我們魚豬呢 我們就會燒一隻 賣完 差不多賣完才會再燒一隻 因為很快的 15分鐘內搞定 如果一隻一隻 這樣賣接著來燒 那會保持到質量 如果不夠色 我就烘過去 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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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呢 什麼都可以親力親為 小廚當然自己做 那會 那會 看顏色 就要溫暖一點 那會 要 要 把它 夠新一點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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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起了 那些花 有 芝麻 給我 好 像蝦皮 那塊皮 就不鬆化 做茶餅 都要這樣做 你知道嗎 現在挺可憐 以前 就這樣拆掉 燒鹽 它真的就這樣拆掉 那些皮 只要給它 現在不行了 是 那些東西都要求高了 高了 高了… 是不是很多客人 經常在窗門看 是 看看你有沒有可能 有機會是… 看你怎樣切它 這碟東西 又有機會 看看你有沒有偷龍轉鳳 那些東西 砍掉 最多人看 可能 就是 它紙上面 又怕你 不是被 它紙那塊 你 現在 香港的飲食業 陷入 這個 辯房 我看 周圍 很多茶餐廳 都頂不住 倒閉 現在做飲食業 都很困難 因為 第一 租櫃 第二 可以人工貴 貨價都貴 但是 我們買的東西 不可以貴 因為 你要有競爭能力 你的價錢 一定要大增加 我們賺的 純賺的利潤 現在是低了 因為 人工都佔總生意 至少25% 現在很難做 唯有自己做好些 反正每天都要出品 做出品 盡量做好些 不要說 媽媽夫婦 這樣做 北上會有否影響 北上會有很大影響 現在逢親 假期 香港人有個習慣 就是 不送消費 變成 現在 假期 其實 真的少了 至少三成二成 以前 我們在說 未疫情前 其實 香港 禮拜六日 和假期 是生意最好的 現在 反過來 現在真的反過來 假期 真的差了很多 所以 我們做生意 租也沒有排過 但是 做的生意 就少了 難了 所以 很多店舖都倒閉了 今期的影片 就差不多了 今次 多謝成哥 讓我過來拍 這個小味 如果大家有觀過灣仔 都可以過來 天龍燒鵝 這裡試一下